如果你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会知道 像这样子的一个学法的因缘和条件 在我们的生死轮回里 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真的是很难得的事 我们能够听闻到佛陀的教法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 我们的生命生死轮回是怎么一回事 你就会知道 能够一道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 就像有些时候 你等着整个晚上 在夜里你看着天空 有多少次你能够看到流星散过 那佛出现在世间 比流星散过 还要稀有 还要难得 那今天2500多年前 佛陀在这个世界上 走过 他是一个西大多太子 一个王子 然后他为了寻找 聊脱生死轮回的答案 他去修 然后他成佛了 他教了我们这个法 他教了我们这个法 怎么样也能够像他一样 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 也能够跳出生死轮回 不要再受这些苦了 佛陀 他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他是一个要快乐的人 他不要苦 跟我们一样吗 一样对不对 我们也是要快乐 不要苦对不对 那一样 但是我们懂吗 我们懂得如何快乐 不要苦吗 我们有能力 给我们的生命 只有快乐 没有苦吗 没有佛陀的引导 从师父的角度来看 自己也在寻找 但是找不到 好 那佛陀通过他的努力 他成佛了 他自己找到了安稳 永恒的快乐 他也把这个快乐的方法 告诉了我们 这是佛法 今天我们有这个因缘 大家能够在一起来学习 这是很好的善缘来的 他不是偶然的善缘 见面都是有缘 能够均面一起学习 也是有缘 见面一起成长 也是有缘 师父跑了那么多个地方 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人 像大家这样 能够愿意抽出时间来学法 不是的 有些地方 你走到你跟他讲 他也未必要听 今天是你们主动 你们自己会来 要学习法 这表示你们 爱护你们的生命 这是很好的 所以有些时候 每一次我们走进一个 教法的场合 然后看着一群一群的 陌生的朋友 来到面前 那个内心就有一种 很强的珍惜 真的有一种珍惜 因为我知道 这种姻缘 不多得的 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很无常 有多少次 我们跟人一人 见了面过后 我们可以很肯定 我们未来还会再见面 有多少次 我们能够这么肯定 谁也说不准 对吧 因为生命的无常 今天我们活得好好的 我们都活在幸福之中 物质也不缺 我们活在一个物质上 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 再好的物质 再好的享受 再好的生活 我们都没有办法 这么肯定的说 这个会永远存在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为什么 这是生命的真相 这是生命的真相 今天要跟你们讲的 就是这个 其中一个真相 轮回的真相 你们这里 谁相信轮回的 举手一下 相信轮回的 好 谁不相信轮回的 举手 勇敢的举手 不怕 没有人不相信 那么其他的人 没有举手 他们保留对吧 不确定对吧 对 好 现在我们来讨论 这个课题 这个真相对我们来说 重要吗 为什么在佛教 总是要跟人们讲轮回 为什么 它一定有用意的 为什么我们要讲 轮回这个事 你想想一下 是想想 我希望大家想一下 生命有轮回 跟没有轮回 如果说生命有轮回 如果说生命没有轮回 你会怎么安排你的生命 有没有想过 一样还是不一样 会一样吗 不会对吧 你们都摇头了 不会一样 为什么 很简单嘛 对吧 如果生命没有轮回 就只有我们这一辈子了 那我告诉你 你们勤奋的奋斗 那么努力 为了什么 对吧 如果爸爸有钱 可以给孩子享受一辈子 根本也不需要 让他读那么多书了吧 对吧 反正人生就只这么一次 死后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告诉你 想太多也没有用 只要有够花的钱 可以好好的享受 我们就去享受了吧 你赚你花不完的钱 也是白费的 没用的 反正死后 但也带不走 如果生命没有轮回 我觉得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去玩 因为做其他的都没有用 死后什么都没有了 即使是后面 世世代代有人 对你怎么样的歌颂 也没有用了 你也不知道 当然如果说有 一个善良的心 我希望像别人 也活得好好的 那也是伟大一些 但死后什么都没有了 那其实我们不要想太多的 人生就这么简单 得过结过也就不错了 但是生命不是如此的 生命不是如此的 生命是有轮回的 我们死后还有生命的延续 就像我们在科学里面讲的 能量是不会消失 它会转变 从一个状态转变一个状态 它是不会消失的 那么我们的精神也是一种能量 我们的精神 它也是 它一直在延续着 一直在延续着 当然我们佛教里面 有一个阶段 我们讲究波涅槃 涅槃那个时候 那是另一种了 那就我们不用文字去解释了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生命一直在延续 一直在延续 所以这是一个真相 那在轮回 生死轮回里面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轮回 这个是有的 那当然现在大家会说 我这样子听了过后 我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它 首先要跟大家讲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细节 这个轮回是不需要相信的 你是不需要相信轮回的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师父又在讲轮回 又跟我说 我不需要相信轮回 那是什么意思 轮回是可以知道的 它是有方法去知道的 佛陀讲的法 不是跟你讲了 你要相信 只能相信 不是的 佛陀讲的法 是我们可以亲自印证的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了这个生命的真相 我们就知道怎么找到快乐 远离痛苦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生命的真相 我们就迷迷糊糊的过日子 就像一个小孩 你看小孩如果他不懂 人生的理路上 未来要面对什么考验 他不懂 他完全没有准备 他不懂 那么呢 他会怎么样 他只想玩 他只想玩 他可能不想读书 父母叫他读书 他说为什么我要读书 读书 不过度其我玩的时间 他就玩了嘛 但是度父母都很焦虑 对不对 如果孩子不读书 你就很担心了嘛 为什么 因为孩子想的只是眼前而已 你知道他只想眼前 你知道他长大后会很辛苦的 如果他没有读书 没有学问 他会很辛苦的 那么呢 你如果做父母的 爱护你的孩子 你当然是希望你的孩子 未来会好 你不会希望他 只是现在玩玩玩 现在开心 未来痛苦 你希望他现在 也做一些未来 他也会 能够活得好好的 在那个准备工作 也就是求学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孩子想的很短 父母想的比较长 因为 如果你知道那个孩子 假使说 假使说 你知道他 比如说只能够活十年 那你还要叫他读书吗 读了也用不上 对吧 你不是给他玩个十年就好了 但是呢 我们是假设 他如果是活到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那么呢 如果他不读书 他后面的几十年 就会非常的苦了 所以 有差别的 那么呢 如果生命有轮回 那你想的根本不只是如此 你想的是更远了 如果是生命只有一世 一辈子 那就是像小孩一样了 那你就尽情地就玩就好了 尽情让你的生命 得到最多的快乐 因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 那不是好好地享受快乐吗 但是生命死后还有 那而且跟我们未来 跟我们现在有密切的关系 那就不得了了 就像孩子的成年 跟他现在孩子的 所作所为 有很大的关系 他勤奋读书 不勤奋读书 有关系 那么呢 你来世跟这一世有关系 那我们这一世 就不一样地对待 对不对 我们会做些 能够让我们未来 得到好的结果的事 那这个呢 非常的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 那在佛陀时代呢 有一次呢 有一个女孩子 那有一天 佛陀就看到 这个女孩子呢 今天呢 如果我去教她 她能够证悟 那佛陀知道 她能够证悟 佛陀就去找她了 去到她那个地方 走蛮远的路 佛陀为了教人 都是很辛苦的 她不是用神筒飞过去 她也是当着运动吧 就走过去了 走到那里呢 跟着大家讲法 这次呢 这个女孩子呢 才16岁 然后呢 她的爸爸 叫她做一些事 拿一些东西 去那个坊子的地方 然后呢 她就经过 经过佛陀讲法的地方 佛陀就在那边挡了 知道她会经过 她经过的时候呢 她看一下佛陀 她就在想 到底我要上前去 听佛陀讲法呢 还是先完成 我爸爸给我的任务 但是她就在想 如果我没有完成 爸爸给我的任务 可能爸爸会打我 所以呢 她就想 她就想 犹豫不决 到底要上前听法 还是她要继续地 走她的上前 她的旅程 这次佛陀知道 她犹豫了 不得了 因为如果她 现在不上前来听法 佛陀知道 她今天就要死去了 那如果她死去 她没有听到法 她就死去 她就是以一个 凡夫的生命死去 她不能够成为 一个证悟的人死去 这个很大的差别 如果一个人证悟了过后 她离开这个世界 她死去呢 她是不怕的 她怎样也不会堕落 等一下我们讲六道轮回 她怎样也不会堕落到 畜生道 她也不会堕落到鬼道 她也不会堕落到阿修罗道 阿修罗是一种 像鬼一样的 她就是很猛 很称人心 很强的一个生命 然后呢 她也不会堕落到地狱道 如果她是带着圣者的生命死去 然后呢 这个佛陀知道 她如果 她能够听闻道法 她会证悟成为一个出国圣者 出国圣者呢 就是第一个证悟 达到第一个证悟的圣者 我们叫虚陀环 然后呢 你们听过阿罗汉对吧 都懂吗 阿罗汉就是四国圣者 第四个阶段的证悟叫阿罗汉 第一个阶段的证悟叫虚陀环 佛陀知道 她能够成为虚陀环 或者我们叫出国罗汉 但是呢 这是通俗的称啊 准确的称法是虚陀环 那佛陀看她 哎呀 她又走掉了 很可惜 或者是眼睛望她一下 很常在远方望她一下 特别的这样望她一下 那她这个女孩子非常的聪明 佛陀这样子特地望她一下呢 她就觉得 哎 佛陀要我靠向前去 佛陀要我到前面去 她就来了 来到佛陀前面 那佛陀就问她 女孩 你从哪里来 她说 我不知道 你往 你将往何处去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我不知道 嗯 如果有一个人来到师父面前 这样子讲回答 你可以怎么说 啊 当时的场面呢 每个人都讲 这个女孩在 竟敢在佛陀面前 胡言乱言 人家问你 从哪里来 你讲你从哪里来 讲问你从哪里去 你说你哪里去 怎么在佛陀面前 胡言乱言 又知道又不知道 那当大家就议论了 就动了起来 那佛陀为了要让大家 知道这个女孩子的智慧 佛陀就问她了 当大家的面前就问 当我问你 你从哪里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说你不知道 他说 佛陀呢 是一个大智慧者 证悟者 有大神通的觉者 佛陀不可能问我一个无聊的问题 佛陀问的问题 你从哪里来 肯定的不是指我从哪里一个地方走到这里来 不是这样子的 佛陀一定是问 我从哪里投生到这里 他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从哪里投生到这里 我不知道 佛陀讲 三六三六三六 三六就是散灾的意思 好 很好 然后呢 佛陀说 那我问你 你将往何处去 你为什么说你不知道 他说 因为呢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现在修行没有成就 所以 我不会知道我将投生到哪里去 所以佛陀肯定不是问我 等一下要去哪里 不是这么简单 肯定是问我生命将会投往来去 问我知道吗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那佛陀又问他 那我问你 你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说我知道 哦 他说 佛陀上来也不是问出浅的问题 你不知道 就是说 你不知道你会死吗 你会 你未来 虽然你是不知道 你会投生到哪里 但是你不知道 那肯定 佛陀何必多举止 再问这句呢 那我再问的一定是 你不知道你 最终会走 往何处去 最终会走向死亡吗 嗯 我知道 那你再问 你知道 这个佛陀问的不是普通的 你知道 佛陀是问 我几时会死去 我真的知道 我几时会死去吗 嗯 我不知道 因为人几时要死 谁也不知道 除非 当然有些人可以知道 如果你有修行好 你可以知道 所以呢 当时 他这样子回答过后 这个女孩子 佛陀这样子一问一答 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听着 听着这样子一问一答过后 他自己也证悟了 这个不是普通的 问答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在还没有听到佛陀讲的以前 她做了三年的功课 三年什么功课 佛陀在三年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教导了死随念 死随念这种修法 醒觉 有一天我也会死亡 这不是消极的 是很积极的 是想有一天我要面对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做了很多死随念的人呢 他死亡来临的时候呢 他的心是很淡定的 因为他已经接受了 有一天我一定会死亡 他有了这个准备 所以呢 他不会害怕 而且他会很醒觉 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他的心会越来越清静 你看啊 当我们会跟人家斗争啊 会很生气啊 然后会很跟人家闹事啊 或者之类的 都是因为我们以为 好像我们会永远的活着 好像我们的对手 我们的敌人也永远的活着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如果我们有一天你会记得 我们所讨厌的人也会死去 我们所爱的人也会死去 全部人都会死去 其实呢 生命里面不需要一点点看不开 过不去 真的没完 不需要 因为我们心觉到 人都会 众生都会 死去 所以 他做了三年的死随念 他的那个 这个禅法 他在心里呢 不是普通的人了 那三年的功力 已经很深了 所以这时呢 佛陀在跟他讲法的时候呢 他三年前学的时候 他不能开悟 但三年后 他做了三年的准备工作 每一天都这么修 所以呢 这时呢 佛陀一讲这个四个问题 一问一答 他的波罗密成熟了 波罗密是一种功德 一种能够让一个人解脱的功德 这个功德呢 就成熟了 他就开悟了 嗯 这是很好的 所以呢 这个对答里面呢 很重视的是什么 我们从何处来 从何处去 对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说 重要吗 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 多少人有把握说 如果我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不会害怕 我会很安定 举手一下 没有吗 有些人谦虚 你们不怕 很安定 为什么你不怕 能分享一下吗 不会怕 为什么不会怕 就是觉得不怕 你为什么觉得不怕 不会怕 师父告诉你 我以前也觉得我不会怕 我以前也觉得我不会怕 我觉得反正人都要死的吧 死有什么好怕 就是什么样的 哇 那个胆子很大 一直到 1993年 12月4日的 那一天 那个是我 跟董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我跟着我的师父 我们到 他去交参 我做他的翻译员 我的师父 华语讲得不好 他会讲英语 然后呢 我就把他的英语 翻译成中文 华语 然后呢 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古境 然后呢 在那边 我去到那个圣灵的 那个叫马当山 那一天 我去那个山里面 去游泳的时候 水是一个人去 没有人在我身边 那个地方是我常常去的 我已经去了 至少三次以上 但是 那天我去 在那个圣灵的湖里面的时候 一跳下去 那个水其实不是太深 但是我一跳下去的时候呢 我跟你讲 很邪门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两个脚 没有了 它不是麻 它是没有脚 你整个人 跳下去好像只有到腰 一个没有脚的人 其实一种 中了一种邪气 圣灵里面的邪气 后来我回想 我知道是中邪 水不是太深 刚刚好高过人头一点点 大概 我看也有汽车 汽车不算太深 对一个会游泳的人 不算太深 但是呢 我陷下去的时候 因为没有脚了 你根本不能动了 就慌了 然后呢 那当然靠手 我的油还不是太厉害 有点紧张 喝了几口水 那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感觉上好像过了很久 然后呢 那个心里面很多恐惧 一幕一幕黑暗 我当时一步 我之前都告诉我自己 死就死吧 怕什么 但是那一刻 我才知道 原来我怕死 原来我很怕死 在那一个时刻 哇 短短的时间里面 父母 所有的朋友 当然女朋友 全部都出现 一幕一幕 非常的快速 黑暗 而且都是黑暗的 很黑暗的 很暗的一幕 充满着恐惧 我以为我不怕死 直到我经历了 那一个过程 我知道我怕死 以为不怕死 你没有考过 你不知道 那我们如何 当时呢 我还好了 因为我平时的训练 我就放弃生命了 我知道我活不过来了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活不过来 所以我放弃了生命 那时呢 心里留过一句话 Let me die my fully 因为这是我们学法的时候 每一次我老师都在教的 如果你死 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带着正念死去 你们知道什么叫正念吗 正念就是这种心觉心 清静的心觉心 明觉心 不忘的心 好 但这个清静 在我那时心里 那句话 Let me die my fully 是英语 Let me die my fully 让我有正念的死去 好 因为想起正念 已经准备了 接受死亡了 那个时候呢 心里很明亮 一下子散过去 变得非常的明亮 脚回来了 就是好像我中邪了过后呢 这个邪气也消失了 脚就回来了 回来 然后呢 其实也不是水很深 碰到底面 跳起来 换一口气 然后刚刚跳下水边嘛 其实就在岸边而已 可是人要淹死的时候 我告诉你 怎样的 最不可能的情形下 都可能淹死 我告诉你 当你如果是中邪的话 我再手划两下 就泡到岸边了 大岸边 所以呢 当然 五天后 我回到那个地方 再跳下去 再游 立了金啊什么 然后呢 克服了那个恐惧 五天内 我都非常的恐惧 很恐惧 你讲你不怕 当你遇到的 到了一个死亡 到了你彻底 放弃生命过后呢 那个时候呢 那种滋味 除非你经历 你才会明白 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 所以呢 死亡 今天我还是可以这么说 我不怕死亡 今天我可以觉得 我够资格说这句话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都害怕 死的时候 如果伴随着痛苦而来 那个我会怕 死我不怕 因为我有足够的条件 说我不怕死 但是呢 死的痛苦 我告诉你 谁也不敢讲 如果你得了这癌症 那个痛苦可怕 如果你很清楚 你知道有轮回 而且你有把握 你会投身到好的地方 你是不需要害怕死亡的 因为死亡可以是一个解脱 如果说假使说 或是投身到天界 或者做一个更好的人的生命 那么呢 你是换一个更好的身体 这个身体不能用了 换一个好的身体 何乐不为 对吧 但是死还是可怕 因为如果有病痛 那个还是很难受的 很难受的 像我妈妈 她就不怕死的 她不需要怕死 她是一个修行成就者 她在生前已经知道 她死后会去哪里 生前已经知道 自己死后会去哪里了 她出家死一年 所以是一个修行很高的 一个学生 那么呢 所以她不怕死 但是也是辛苦 也是辛苦 她得了癌症 胃癌 胃癌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很好 相比一起她的癌症的人 她承担力很强 很耐 很冷静 很好 但是呢 就是她懂 我母亲她懂 生前就已经看到 自己死后会投赶到天界去 所以投赶到天界 你有什么好怕 不怕 但是死的那个过程 还是苦 她这一辈子 她不认为了 我们全家人所杀的业 杀的东西 不懂多少 多少鸡 多少鱼 爸爸钓鱼回来 都是养着 放在那个袋里 有水 确保它新鲜 回到来 就交给老婆 你给我杀来 煮来吃 所以我们以前 看着妈妈说 那么多的杀生 活生生 那个鱼就这样子 用刀这样子剥开 挖掉她的内脏 所以当我听到 我妈的胃癌的时候 我根本不奇怪 我知道她也是 在受她的果报 但是很好了 因为任何人 如果杀生杀那么多的话 不是那么一点点 在果报 但是她一个月 她就走了 而且在修行中离开 她在禅修中离开 是非常的好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她可以说她不怕 但是其他的人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在生死轮回里面 你会去哪里 好 现在就讲到这个轮回 六道轮回了 六道轮回 我们死后 有多少种可能呢 你们知道吧 这个时间 我们先从最好的讲起 一个是天界和人间 这个都算是善界 这个都算是善界 天跟人还算是善界 当然有些人讲 人也是有苦的 对 可是人的苦呢 是有苦有乐 它不会只是苦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 就只是苦比较多 但是整体来说 人间是有苦有乐 有苦有乐 天界是整体来说 比较高的天界都是快乐的 比较低的 比如说 跟我们比较靠近的 那些天界呢 天神呢 他们就 有些说也是有点苦的 也是有点苦的 比如说 如果是树神呢 树神如果是人家 砍掉你的树 那你都没有地方住了 你要找树就住 所以是很艰苦的 但是高一高的天 他的生命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乐 好 那么呢 不是每个天界 享福会得到佛法的 有些地方得不到佛法 有些地方能够得到佛法 有人会教你怎么做行善 如果没有呢 他们在天上享乐享乐 享乐享乐 功德没有的时候 他又会堕落下来做人 或者堕落到地狱去 堕落到鬼界 出神界都有可能的 那么呢 这是天界 有六道天 一四大金刚天 第二道立天 或者是我们也是叫三十三天 你们讲那个天宫 有听过吗 他们拜天宫拜天宫 只能天王 通常是这个道立天 那么呢 再上呢 就是夜摩天 再上呢 就是斗率天 斗率天就是弥勒菩萨在那边的 还有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所以这个六个天呢 是有男有女的 有男神和女神的 这个天 我们再叫玉界 他们也要享乐的 也要吃天的食物 也要吃的 最后要过这个天人的生命 那再上一个天呢 就是色界天 这是禅定的天 这个是有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这个是天 禅定的天界 这个天界呢 他们是不用吃东西的 他们是打坐就快乐 没有性别的 没有男性女性 没有的 他是没有性别的 这是天 好 色界天 出禅 如果一个人在打坐 出禅中死去 他就投身到出禅天 二禅中死去 投身到二禅天 为什么如此 因为呢 我们临终的那一刻 你死之前 如果是光明的星 你的来世 你会跟光明的世界相应 如果死的时候 星是黑暗 你会跟黑暗的世界相应 光明的世界就是好的 快乐的 黑暗的世界就像地狱 所以如果一个人 带着很嗔恨很嗔恨 他死去 那么呢 带着嗔恨之心死去 他是会堕落到苦界去 比如说阿修罗 或者是地狱 是这样子 那如果有人自杀死去呢 因为他死的时候呢 他的心是很痛苦的 比如说他跳楼跳下来 他的头是爆裂的 所以那个时候 有没有可能 他生起很美丽的心 有没有可能 我们不可以讲不可能 但是几乎非常的渺茫 对吧 他的几率 当然如果要讲 生起很美的心 谁也不敢讲不可能 但是呢 就是很渺茫嘛 你看痛得那么痛的时候 你在最痛的时候 生起最美的心 这个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对吧 所以那个几率 几乎接近零 所以他投身呢 如果一个人自杀死去呢 很大的可能性 他都是堕落到苦界去的 所以千万我们佛教徒呢 懂得呢 再苦再苦 也不可以去自杀 不要去自杀 而且要轻轻心心死去 好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轮回的现象 如果你要投身好的地方 比如说你要投身到四禅天 那你一定要在死的时候呢 死之前呢 你要入四禅 因为你死的时候 如果是心最后一念 你是在四禅的状态里面 你来世 心的心生起 就是跟四禅 领贯 那个果报心就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要看你投身哪里 那么还有一种生命 这个叫做犯天神 那些提供啊 那些啊都是欲界天天神 那个是犯天神 犯天神他们的境界是很好的 天天打坐 也不用去天天去找食物 也不用去建房子 也不需要过那种很复杂的生活 他们是一投身的 马上这个身体就出现了 他不是要经过母胎的 我们是要经过胎生的 犯天神之一出现 就是这样子 所以很强的 很大的 那么呢 相比一天神 我们就像小蚂蚁一样了 那在上呢 就是 然后还有 当然有四禅的分辨 五禅天的分辨 这个我们就不讲太细 大家会混乱 那在上呢 在犯天神呢 有另一种犯天神 是没有身体的 就只有心 那这个是怎么达到的呢 比如说 有一种修法 你可以让你的心 完全 前面完全空掉 比如说这个 这个有建筑对不对 他在那个入定的时候呢 他在心里 把这些物质 全部推掉的时候 只有空 那就叫空无边出定 那么呢 所以那个定的目标 是没有设法 没有物质的 所以他投身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身体 第二种是 四无边 无所有 飞翔飞飞翔 那么这四种呢 他投身到犯天界呢 他是只有精神 没有肉体 所以没有肉体 他有精神 他也不会生病 他也没有这种生病啊 病痛啊 癌症啊 这些都不会发生 绝对不会发生 所以没有任何的肉体的这个痛苦 人欲界天 色界天 就是有身体的 禅定的天 然后呢 无色界天 没有身体的天 好 这些我们一般上通成天界 好 人间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人间 然后呢 这个还算是好的 我们要帮助自己 还是可以帮助自己的 虽然人间有些是很苦 那还有呢 就是下去的 鬼界啊 阿修罗啊 还有畜生啊 还有地狱 地狱是有的 真的是有的 所以 我们苦呢 都是因为堕落到这个苦界 地狱里面有很冷很冷的地狱 也有很热很热的地狱 但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要受那种很大的苦 那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生死轮回里面 无死以来的轮回 我们也经历过 上上下下都经历过了 我们就知道 轮回是多么的没有保障的一件事 那我们现在 佛陀的教法 是要让我们 怎么呢 让我们这一生找到快乐 佛陀的教法 不只是给我们在讲来世的 那没用 只是讲来世没用 对吧 佛陀的教法呢 是照顾 保护我们的这一世 也保护我们的来世 不只是这一世 安稳 远离痛苦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来世 能够好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怎么帮助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怎么帮助自己 但是呢 它的原理就是 你要帮助自己的现在 现在帮不了 来世不要想 一定要把现在做好 我们就不用担心未来了 宗教的经想 刚才宗教的开示了 这个天界有33空间 要按照这个 俗世间的看法 能量是守恒的 那么你比如说 他们这个食物啊 或者是空调的来源 它是本身就存在呢 还是他们的能量的来源 不知道是哪个 他们的功德带给他们呢 就是有用不完的好东西 功德带来的 他如果做过很多好的事 那么呢 他会感召 当我们人间一个 某一个时期 人间也是如此 也是食物是 不用很辛苦 去记得 就像牛 你看 牛啊 马儿啊 他们吃不完的食物 都是草原啊 就是食物 但是我们人不去吃草嘛 对吧 所以 那么人家吃 比较高级的一些食物 那么那个叫鸡种啊 鸡什么 在某一个时代 当人很有功德的时候呢 其实呢 食物是吃不完的 满天地都是食物 那你就可以吃不完的食物 你不需要去耕种 你去吃不完的食物 是我们的功德带给我们的 所以天界 他们不需要的 他们有 有吃不完的食物 不需要说 呃 要去怎么样 辛苦去准备 不需要 比如说那些桃啊什么 不需要去做这样劳累的工作 功德带来的 我们的生命 有功德的时候呢 他去感召好的东西 来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样 那就是这些食物 功德带来 这个就是因果 就是那么 他这些食物的来源的时候呢 他是 本身天界就已经存在了 他取之不尽 用的不解 还是呢 来自下层的供养了 哦 没有 天界本来就存在 但是也有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桃花自在天 他们的一些 他们要玩乐的东西啊 他也会有 有一些比较低的 要替他服务 做创造给他之类的 他有不同的天 他的不同的状态 不是每一个天都一样 他们能够想 想用到的东西不一样 这样咯 最好还是自己 自己以后回去一看 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不同的天 也经历过最惨的地狱 都经历过 嗯 现在呢 当我们 讲这个六道轮回的时候呢 不是讲来给大家听了 过瘾过瘾 我们最重要的是 讲的是 嗯 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 有什么选项 有多少种可能 然后针对这个可能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的关键是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怎样做 而且 这个呢 当你发现到 当你做对的时候呢 你还没有等到来世 你这一世就改变 这一世的生命就不同了 这个是比较可贵的 我们活着 不可以每天活着 在那边等待来世 谈来世 我们要懂的是 更重要的是现在 现在你看到人们 亲人死去的时候 就做一大堆的佛事 到底这些佛事 有用没用 花了这些钱 有用没有用 然后呢 哪一些是我们真正有用的 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 没有用的人们 做了那么多 有用的没有去做 这是非常可惜的 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么多的劳力 去做些没用的事 真正有用的 需要的 没有人去做 所以呢 通过这个学佛 我们学习 通过佛头的智慧 我们学习 做些有用的事